三年份只买过一件衣服是什么感受 不仅让我有深目一目的轻松 还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负罪感 这件衣服你们眼熟吧 它是我在2021年底购入的户外外套 也是我自从2018年5月份停止购物后 买入了第一件 也是唯一一件衣服 要说我以前可是几乎每周都会买一件 心理上的超级购物皇 有些人嘲笑我呀 你这种断牙式的消费降级 那是因为没钱了吧 也没钱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 我买这一件衣服的钱 可能抵着上很多人大半年的天衣预算 为什么我感觉砸这么多钱 在一件看起来并不算时髦的单品上呢 说来话长 首先让咱们先回到服装最基本的作用 它就是在我们皮肤和环境中间的一层阻隔 能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我们免于天气和环境的伤害 就好像我身上这件 采用Gortex创新薄膜制成的衣服 能起到持久防水防风和透气的作用 不过随着人人文明的发展和社会消费水平能提高 大家在选择服装时的首要标准 渐渐从实用变成了时尚 有了这样的需求 我们逐渐地陷入了向地球索取资源 但回馈污染的恶性循环 更可怕的 还有那些被淘汰的二手衣物 每年有上百万吨来自中国和欧洲的二手衣物 飘扬过海 在非洲那些最贫困的国家里进行再次销售 但随着市场的饱和 真正能卖出去的衣服可能不到三成 因为没有合适的基础设施来处置被挑剩下的衣服 它们往往会横尸海滩 被海浪卷走变成海洋垃圾 或者被堆成一座座庞大的山丘等待被焚烧 对空气造成严重的污染 我就是在看过如此触目惊心的场景之后 开始问自己 我真的需要这么平凡的更新衣物吗 服装一定是越多越好吗 相信所有喜欢户外的人都会关注环保 正因为享受走出家门 走进山野的快乐 我们也自然而然地 想更好地去保护这个为我们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撑的大自然 这也是为什么放眼全球服装市场 最出身环保的往往是一些户外品牌 甚至有不少品牌把可持续发展 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 比如业界的环保标边Patagonia 在他们的产品中 可以找到很多再循环材料的影子 比如最近在2022年 攒获Easpo全球设计大奖的Stormshift硬壳 除了外层面料是有100%可回收材料制成 这款硬壳最大的亮点就是 它是全球首款使用不含BFC的 Gortex创新性薄膜的衣物 Gortex这个名字对于户外玩家来说 可能并不陌生 在一些顶尖户外品牌中 大家应该见过不少印着这几个字母的产品 比如十足鸟的硬壳 Zalemont的鞋等等 它是格尔公司在70年代发明出来的一种 可以粘合在面料之间的薄膜 解决了普通防水面料不透气的缺点 因此在户外领域名声大早 本着立足环保追求性能的品牌理念 Gortex在2021年推出了这款 兼顾环保和性能的创新型薄膜 那它都有哪些值得一提的优点呢 在保持一贯的持久防水 防风透气性能的同时 薄膜的耐用性也一如既往的强热 所以产品寿命位更长 能有效减少衣物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对环境的影响 由于不含无法被生物降解的化学物质PFC 并且在生产过程中 大大减少了用水量和二样化碳的排放料 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生态的影响 这款面料于2022年秋冬初步投入了市场使用 除了排它更远的硬壳 它还用在了萨伦梦这场鞋上 而三年春季也有不少品牌 在他们的产品中使用了这款创新性薄膜 例如阿迪达斯Terex的套装 波斯的那种服 和可隆德徒步鞋 其实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消费行为 但在购买任何物品之前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你真的需要这样的东西吗 我已经快五年 没买过任何时尚类的衣物了 只有在有需求的时候 买一些户外功能性的服装 对于这些产品的选择 我的诉求和Gortex的理念不谋而合 我会优先考虑建许功能性和繁保性的产品 比那些漂亮的快时尚衣物要贵很多 不过在使用养护得当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陪我好几年甚至十几年 户外也可以是一种潮流 一种可持续的潮流